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我是虚零六 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主题呢 那就是如何绘制正三角形 以及等腰三角形 还有最重要的是三角形的数值 如何调整跟修改呢 都可以透过今天影片来进行学习哦 看之前呢 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哦 要绘制一个正三角形其实很简单哦 首先呢将滑鼠一道工具列 选择矩形工具下面的多边形工具 在画面中用滑鼠左键点选一下 在多边形这个小视窗里面 半径的地方我们可以先不用管它 我们先看边数这里 三角形是三个边 所以呢这里设定成三 按下确定 这里呢会跳出一个正三角形 我们可以用旁边的尺寸工具 就可以看到 它三个边都是一样的 那今天如果这个正三角形 各位同学想要更改它的数值的话 要如何修改呢 首先你必须要打开变形这个小视窗 变形这个小视窗在上面 视窗 变形这里 各位同学记得点开来哦 那我们复制一下这个物件 首先呢我们从第一个刚刚使用尺寸的功能呢 可以明显看到它是跳出55mm 在这里的数值呢也是55 然后后面小数点我们先不用看它 那今天如果说你想把它改成三公分 也就是30mm的话 修改的时候呢在旁边这里强制宽高等比例 这个回纹针 它的斜线必须要消失 所以呢我们必须点选一下这里 当它斜线消失以后 现在呢是强制等比例放大跟缩小哦 我们先假设设定成三公分 基本上你只要更改宽的数值就好 高的数值不用管它 当你确认更改后呢 可以看到 你的三角形呢等比例的缩小了 我们使用工具列尺寸这功能 它的尺寸呢现在是三公分 是正三角形没错哦 那我们复制一下中间的物件 强制等高比例这里 我将它取消掉 它现在出现一个斜线了 接下来呢你调整的数值 它只会针对于 宽 或者是高来修改 它不会一起更动哦 我们改成一公分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高度的部分呢它没有修改到哦 它的宽的部分从三公分改成一公分 在这里呢你就会变成一个等腰三角形 那一公分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宽跟高的部分 我另外去调整 改成两公分 高度呢 4公分 可以看到它是单独修改的哦 所以说同学们如果要绘制等腰三角形要有正确数值的话 利用变形这个小视窗 调整它的宽跟高 如果不是要正确数值的话 只是随机调整 基本上使用黑色箭头 填选物件以后 它出现这些节点 你就可以上下去调整 也是可以哦 那以上呢就是来分享正三角形 以及等腰三角形 尺寸修改的方法 如果今天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影片按个喜欢吧 便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哦 拜拜 什么主题呢 那就是关于色彩学的部分哦 如果你觉得你在颜色配置上 就是有一些困扰的话 总觉得画面的颜色 不管是在设计还是绘图 那就是如果你正在学习PS 或者是AI 你知道图层的重要性吗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图层有多重要呢 画起来会特别的顺手 而且它是绘图板 有模拟纸张摩擦的系数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就像它还有一个维局 不会的 我摘 fez 会这么健庹的温暖 当你长的地方 见误步 起握起来 dx 你真 sensory